105 《文匯報》內地影子銀行風險受控 2015年7月15日《財經新聞》B01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黃瑞華CFA協會4月增公布有關影子銀行的調查址 56% 亞太區CFA協會會員認為 中國信託及財富管理產品可能違約 並將於未來兩年構成系統性風險 CFA協會亞太區資本市場政策總監勞津東作於記者會表示 內地影子銀行規模較少 短期內對內地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不大 股災後貸款增速將放緩它指 內地影子銀行規模在2013年時佔整體融資規模約4% 而且以每年雙位數速度增長 但他認為跟一股市回調 相信內地影子銀行規模的增速會放緩 短期對內地構成系統性風險的機會不大 盧俊東補充指 近期A股出現較大波幅 部分原因或與影子銀行提供資金有關 而股市下跌令長外融資的平台所受的風險增大 他相信經過時次股市大跌後 提高長外融資的平台也會收緊貸款 以減低自身風險 預料會減慢影子銀行的增長速度 至於影子銀行規模增加對傳統銀行的影響 他表示 影子銀行及傳統銀行不會出現直接競爭 因兩者客戶群有所不同 向影子銀行借貸的貸款人一般是不符合傳統銀行借貸條件 而傳統銀行利率較低 一般大公司符合傳統銀行條件會傾向向傳統銀行借貸 應設規管提高透明度路進東有指 影子銀行的存在可填補市場上的融資空缺 其存在並非是壞事 唯應透過設立規管制度 將其納入體系內 提升透明度和設立金融中介常制基金架構 以減低債務違約時造成系統性的破壞 因此影子銀行依然會有市場 但相信未來不會取代傳統銀行 對於中正監修緊場外配置 他認為措施可穩定市場 某些情況下干預市場亦有好處 以香港和美國等都增干預市場 但如措施長期推行會造成過度干預市場 令外來投資者投資內地的信心動搖 因此任何事都考慎會是 Jared 也許期望得意見 by